台湾各区人口数 你会不会希望在这边算出来 登革热发生数 听得懂我现在的问题吗 刚刚我们是在新的一张视觉化报告里面 我们去产生一个详细资料表 可是我现在要颠倒过来 我现在我要从这个地方 再继续新增资料行 产生什么 登革热发生数 请问这个登革热发生数怎么算 刚刚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增加了人口数 用的函式用的方式DAX 我用的是related 对吧 现在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值 这个值登革热的病例数 登革热发病数 加起来放到 例如说行政区 例如说新北市板桥区 这边假设算出来是100好了 这100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从这张资料表 只要是新北市板桥区的 全部都要把它加起来 可以想象一下这中间有一个加吗 这中间有一个加 如果刚刚related的没有加 没有加法这个概念在里面 它只是关联 可是现在呢 现在我们必须要 只要是新北市板桥区的 全部都要加起来 再塞回来 可以听懂我现在所说的这个意思 不然我等一下 我觉得那个RMK 我就算在讲好多次 你也是听不懂 现在听得懂 我现在在说 现在我要把资料回写回来 回写到那个E 这个关联是E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 首先 在这个地方 新增资料行 没问题吧 滑鼠右键新增资料行 我现在是不是要把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人口 年底人口数 对不对 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可不可以 产生一个数值 什么数值呢 新增资料行 然后就把新北市板桥区 有多少登革热发生素 呈现在这边 然后新北市三重区 有多少登革热的发生素 呈现在这边 然后新北市中的区 有多少登革热发生素 呈现在这边 每一个行政区 是不是都要有一个这数值 所以请问这还会不会有什么 宜兰县其他了 不会了吧 因为这边行政区 有没有宜兰县其他 没有咯 好 所以这边 滑鼠右键 点选它 新增资料行 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算 新北市板桥区 有多少登革热发生素 所以在这边 是不是登革热发生素 然后接下来 这个使用的韩式叫做 Related Cable 他用的是Related Cable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放资料表 要放哪一张资料表 要放哪一张资料表 是不是要放这个 登革热这张资料表 对吧 好 还没有写完 还没有做完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这里面 我有写到加吗 没有 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事情吗 因为我刚刚那一张资料表里面 是不是只要是遇到新北市板桥区 我就应该要加起来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要加的话 你要加的话 是不是要符合某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用Calculate 运算是是不是 SUM SUM什么呢 登革热病例数 登革热病例数 这个确定病例数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要去放那个筛选条件 筛选条件就是要放这个related table 就是什么东西会加起来呢 这个确定病例数 但是只要是 但是只要是那张资料表里面都会放 然后在最后面加一个右刮骨 按一下应可见 是不是算出来登革热的病例数 而且这个数字它是可以被取用的 被取用是什么意思 请问你 这个数字能不能被取用 这些数字都不能被取用 可是这个数字是可以被取用的 能不能被取用这件事真的很重要哦 好 我再重新讲一次 我再重新讲一次 就是说我现在是不是要去算 我现在是要在这个1这张资料表 是不是要增加新增一个资料行 去产生登革热发病数 这件事应该没问题对不对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当午中滑鼠右键 新增资料行 那可是在这里面 我是不是要等 我是不是等于说 我要计算 只要是新北市板桥区 的那个登革热发病 的那个登革热发病 人数 就加在一起 对不对 就加总 取那个值 所以请问你 我这里面是不是要去算加总 加总 加什么呢 加这个登革热病例数 所以这个地方 我要用的是 有一个叫做加总 加总什么呢 这个登革热 发病数 可是请问一下 我要加它是不是要符合一个什么条件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条件我不用写 其实它这边已经写好了 related table 你还记得吗 related是不是我用地区 这边是不是用一个区域别 对应到什么 另外一张资料表的居住县市二乡镇 对不对 所以变成它只能这个对另外一张资料表的相同的内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记住哦 1 1这边一定要用什么来去写 写它的条件 就是related table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张资料表 就是登革热的那张资料表 又刮骨 那记得这边有筛选条件 也有运算式 那不就是用calculate 智慧函数吗 可以吗 可以吗 这样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哦 接下来就要请你们动手来去 手动算出这张资料表的 这一个新北市板桥区 新北市板桥区有91例 将格热发臂数 这很重要哦